我最愛這種現場點菜、現場爆炒的店 一萬買好多的 一萬買多少? 一萬一買有400個買 這麼容易的是不是? 嘩,對呀 上來還在捉緊 有沒有朋友吃過這些初生鴨仔? 大家好,今天帶大家去翻牌一檔 收藏在市場門口的大牌檔 這種這麼接地氣的選手,我又怎麼會錯過? 廢話小說,Let's go! Let's go! 好啦,我們今天來到中山的港口鎮 在這裡嗎? 世界市場 我看到市場兩個字 黑鴨 應該在這個西街市場裡面 那在我印象裡面,我們進市場找食物好像是屈指可數的 那我們今天就期待一下,收藏在市場裡面的選手,究竟行不行 嘩,好熱鬧啊,好熱鬧啊,好熱鬧啊 我看應該是這裡附近 你應該來早了 應該在這裡了 是啦,是啦,我拍到這個攤位 等一下應該是在這裡吃的 人家還沒收攤 嘩,可以了,我現在準備一間 等你了,我們做第一個 那你坐下先啦 先把劉陳做啦 我拍定一下彎了 今天我們要購買的就是我們面前的這一間 到了到了到了 上進食店 看一下吃完夠不夠三斤 趁老闆沒開檔 快點給大家看一下這裡這個環境先 就在這個世界市場的門口 就是這樣的鐵棒下面 完全是毫無環境可言的一道 真的一定要有空調的話,那可能這裡就不太適合了 太熱了 過去看看 接住了 應該可以了 你看,我就喜歡這種開放式選菜的 那是什麼啊 蠶蛹嗎?是 這是鐵燈嗎? 鐵燈 牙齒阿巴 還有魚頭啊 還有這個啊 這個你可以試試 摩皮油 是安城嗎? 不是吧,這個 這是什麼來的? 草菇 這是不是叫北斗鴨仔啊? 這是台湖飯的嗎? 對對對 這是必須的,是不是?來這裡 台湖是怎麼做的? 爆炒 爆炒 煎完辣椒 魷魚 魷魚 魷魚爆炒 爆炒 是不是有個什麼? 鴨腸頭 這個 鴨腸頭是怎麼做的? 這個整齒上幾個小狗狗 這個的前小小狗狗 有沒有粥啊? 有 豬雜啊,肉圓啊,牛蛙啊,牛蛙啊,牛蛙啊那些 你喜歡擠什麼都可以 哦,又是在這裡選? 是 那就是牛蛙咯 幾個人吃的 2個 2、4、6 有一點多 今天有點吃爆肚皮的一天 就這樣先啦,就這樣先啦 好,謝謝你啊 實在太多選者 就愛這種祭典祭草的大牌 一煲有多少隻啊? 12個 12個 不會阻礙你啊,帥仔 不會 我幫你打個燈 一萬一賣好多 一萬一賣多少個? 一萬一賣有400個賣 這些是否連骨都可以吃完的? 6賣都可以 這麼容易吃的,是不是? 哇,對呀 再來後煮八卦一下 我現在看到了 今天全部失敗了 哇,真正正正正正 大火爆炒 通了 來來,先來老貴鯨先 還在滋滋滋滋滋滋滋 很忙啊,這一集 第一個是這裡的蕉牌 戳生鴨 上來還在追 有沒有朋友吃過這些戳生鴨仔? 這個是連骨頭都可以吃的 對 一口一個 這個是堅硬辣椒 前幾天吃幾個辣椒呢? 意猶未盡 我們今天對比一下 看著就下飯 鴨拳頭 爆炒鴨牆頭 OK OK 爆炒魷魚素 這一條魷魚都很大陸的 MICE 日料提燈看得多了 爆炒提燈 我們今天點一個 粥 哇,這麼多 這個都不是兩人分的,這個粥 牛蛙粥 牛蛙的分量都不少 它這個粥底跟我們之前吃的那個粥底 不太一樣了 它沒那麼綿 對 有些人會喜歡這種粥底 有些人會喜歡吃綿一點的粥底 我們馬上快點開啟 今天這餐的市場保障店 拖不及待了,我已經 嘖 吃它,吃它 馬上試一下這裡的蕉牌 骨頭鴨仔 整隻來啊,連骨都可以吃啊 吃它有點像廣古一樣 剩下了胡椒粉,有些少辣 這個也是我最期待的 嚐嚐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位美肚仔,比較普通的金人辣椒 魷魚剛剛試的一條也不錯 爆炒有點鬆 一定要夾上這些 夾上這些就很香 不要忽略這個啊 這個也香啊 拿拳頭 烤蛙粥 爽啊 爽啊,爽啊,今天這餐 今天的光盆行動肯定就是意料之內的失敗 還是快習慣 看到很多的都什麼都想點 這一餐我自己最喜歡吃的就是 它的丟牌 削搓生鴨 一口一個鴨仔 一口一隻鴨 連骨頭都可以吃的 對 就非常的上癮 應該不是所有人會喜歡吃 它長得不太好看 反正我是能接受的 其次就是這個,魷魚咯 比較符合我的口味 一就是鹹香 鴨燈和鴨腸頭呢 分量太多了 吃到後面有點膩了 我不知道這一鍋是多少錢一鍋 絕對就不是兩人份 但其實我們今天晚上點的也不是兩人份 吃到五個人吃 看看今天買單多少錢 煲粥多少錢啊?這麼大一鍋 35 炒菜多少錢一碟啊?平均 35 215 我們拿了兩支豆奶 220 來了 好,謝謝大家 今天這一餐呢 最後的買單是220元 五個肉,一個粥 又吃又吃 又吃又吃 最後還算了兩支豆奶 這個價錢,這個味道 這個份量 我個人很滿意 Coway會不會也滿意 Coway也是適合我們的 這個想像食店 應該又是一家大小經營的一個小飯店 它又是一個沒有菜牌的飯店 自己走去冰箱前面 看看今天有什麼食材 自己想吃什麼就點什麼 即點即炒 就餐位置都不多 所以要早點過來 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要等位 如果大家很晚過來的話 有些食材沒了就沒得吃了 誒,我的車呢? 對,我們走過了 今天這一期的市場大排檔分享先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